三級警戒現在確定 全台都必須要延長到7月12號 那麼有一些批評聲出現了 有人就在問說 是不是全台灣都在陪雙北一起坐牢 一起三級警戒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表示說 這是政治攻擊 任職作戰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忠說 延長不是要讓大家陷在裡面 而是希望用這樣子的方式 把疫情圍堵起來 能及時反應疫情 新聞上河友宜則表示說 大家一起做好 防疫一起加油 我還是說我們面對的是病毒 那病毒他就是跑得很快 我們稍微不注意 他就到處去流竄 那我想就是大家就是能夠 盡速的把自己的分類工作做好 如果大家都把分類工作做好 那我們相信把疫情的控制 就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在 昨天也特別講 就是說我們這個延長裡面 不是說延長 只是這樣讓大家 陷在這個裡面 這個 這段時間我們要努力的 把這疫情控制下來 把 這疫調做好 各方面的措施把它做好 一方面 當然希望把這個病情就 這個疫情就圍堵起來 另外一方面也要就是說 未來 如果在 有這種警戒降級的時候 那萬一再出現任何的疫情 我們能夠即時的反應 即時的控制 所以這段時間對我們來講 中央政府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都是一件非常緊張嚴肅的時候 大家一起努力 在台灣來說 病毒沒有分顏色 也不分你跟我 現在最重要 是要團結在一起 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 就是病毒 同島一面 共同團結防疫 我從以前到現在 就堅持這樣一個作法 大家可以互相提供信息 互相來彼此缺搓 就是說 讓我們的防疫更進步 我們絕對要用這樣一個心情 同理心 謝謝第一層 最辛苦的醫護 謝謝第一層 為我們在防疫過程當中 盡心盡力的 這些基層防疫夥伴們 沒有他們 絕對沒有我們 所以防疫 一定是上下一心 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快速的把疫情控制好以外 趕快恢復正常的生活 才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跟方向 而現在台北 有個北農群聚 讓大家很擔心 行政院長蘇貞昌 就撂下重話 強調不容再有任何破口出現 要地方政府好好做好 疫調匡列的基本功 對此台北上 柯文哲表示 這些地方政府都知道 關鍵在於疫苗的問題 還沒有解決 話風一轉 還提到自己 最近飽受側疫的批評跟認知作戰 呼籲防疫當前 口水戰還是少一點 政治上我們要解讀 事就 是這樣啦 這個疫調啦 隔離啦 匡列啦 隔離啦 分流 這個我們都知道啦 不過這個 其實講到最後 你知道 疫苗不解決 我們就是每天 每天記者會都要開 實在是 其實疫苗打完 大家就不用開記者會了 其實在 機關署你知道 如果我們 如果在房間裡面 大家都是專業人士嘛 大家我們就專業處理 至於說我們處理完專業 你知道齁 就出了房間你知道齁 那網軍撤衣還不是照樣修理我 那也沒辦法 那個反正 台灣目前的政治情況就是這樣 主要是因為齁 因為這個有效啦 這種做梗圖做網軍還是有效啦 所以 這是台灣目前政治的現況 所以就算了 至於說 認知作戰 也不是現在才有 早就在打了 所以是這樣啦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至於我們把科學問題解決 至於那種口水戰 能審則審啦 我之前看那個標題 這很奇怪 他說什麼 科匹其脈打火 奇怪什麼說打狗有意 所以有時候常常 我對那個常常 讀那個報道也沒什麼問題 那個標題實在是 標題殺人實在是很討厭的 我先說明 我根本就沒有講過好有意 感染昨天擴大到了基隆 基隆市長林又昌表示說 有兩例的確認個案 都是北農的員工 還痛批台北市長柯文哲 睜眼說瞎話 對此副市長黃珊珊的今天回擊 說從去年到現在 醫療範圍都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由當地政府來做疫調 這個案子是基隆市沒有通報台北市 這個疫調的規定已經從去年疫情開始到現在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只要是發生疫情確診個案 就是由當地的地方政府來做疫調 那林又昌市長他們基隆的確有兩位 兩位民眾是在我們台北市北農公司工作 但是他們的疫調 像我手上這一位他是6月11號發病 6月12號是由基隆市政府的相關衛生單位去做疫調 所以他們當時就已經知道他在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是果菜市場的倉儲蔬果物流人員 所以是他們在疫調的時候 他們知道了以後 他們上傳法斷系統 中央才會在系統裡面通報給台北市 他在這裡工作 我們才會知道 而且這個案子還是 後來因為有一些相關的資訊出來 我們去跟台北區管請他們調閱才取得 所以這個案子 基隆反而是基隆市沒有通報台北市 好 全台都在關注雙北的疫情 不過也傳出有許多假消息假新聞出現了 台北市政府在今天記者會上派出了學姐黃靜穎 出面點名針對北農篩檢能量低落的不實報導 新聞內容點出說 北農的篩檢站6月23號昨天 一整天只篩檢了822人篩檢大篩車 但實際上已經累計3000多人完成檢驗了 所以他也呼籲新聞媒體如果有需要有問題 都應該上發言鐵系來求證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不缺乏假消息 不要用數字還有一些數據來掩蓋事實的真相 首先我要帶大家看到的是上報蔡惠珍小姐 寫的這一篇報導 蔡惠珍姐姐你這一篇新聞的發布時間是 2021年6月23號 2點09分0秒 蔡惠珍姐姐我必須跟你說 台北市政府的發言人體系有四位 希望你可以向我們來做求證 在這篇獨家當中他的標題寫道 北農群聚擴增至55人 台北市快篩嚴重落後 遇3000人待檢驗 在這篇新聞的內容裡面也談到了 新北市的板橋和三重的果菜批發市場 工作人員和承銷人攤商總計有3627人 已經在不到12小時之內就完成快篩 台北市昨天一整天卻只篩了822個人做快篩 其中一名是陽性 北農還有高達3000多人待完成篩檢 新北市和台北市的做法和結果成為鮮明的對照組 蔡惠珍姐姐你這篇報導裡面寫得非常的長 但是裡面通篇沒有寫到台北市政府的任何立場 還有台北市政府的任何一句發言 我必須要告訴你 你寫的這篇新聞發布的時間 6月23號2點09分0秒 台北市在我這邊發言體系這邊 收到快篩站第一線給我的回報 台北市北農快篩站已經累計 在6月23號的2點 也就是你這篇報導發出的時間 6月23號的2點中已經累計了3013位的快篩人數 包含快篩的陽性是9人 陽性率是0.3% PCR也是陽性4位 以上的數據我非常歡迎你來跟我聯絡 我也會提供給你台北市政府的回應 但是千萬不要以這種假新聞來做自己的獨家 來做自己的KPI 來做自己的點閱率 這些都不是一個資深媒體人應該有的表現 這裡面還有其中他有講到說 新北市在一天之內就完成了3600多人的篩檢 必須要跟大家解釋在第一天的時候 台北市在北農的快篩站是使用快篩加做PCR來做篩檢的 那新北市是採用快篩的模式 當然速度上會比較快一點 當然我們也在6月22號由黃珊珊副市長到中央區跟CDC來做開會 取得了共識就是採取快篩的模式 也希望他可以加速量能 所以這篇報導裡面寫到說 這個一天只完成了822的人的快篩 我想這個蔡惠珊姐姐實在是沒有了解到台北市在做快篩加做PCR 就是為了可以精準的掌握PCR的結果還有快篩的結果 揪禰珊西